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个个详细的名字即使是在六百多年以后依旧被世人熟识和传颂 而在朱元璋的功劳簿上排在最前列的就是韩国公李善长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一度身居散相高位的头号大功臣 最后却被朱元璋满门抄赶 其实六岁已经年于狐隙的李善长 至此或许都没有那么明白 扬带他洗凉上诸多不明的虚实 真假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杀李善长 早已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 一个历史本来命运 又是怎样的呢 厦门大学傅晓凡教授为您精彩讲俗细的节目 大名以案上过第五集 李善长逆门之名 明后23年也就是1390年的五月的一天 朱元璋突然下令把李善长一家满门抄斩 除了李善长的儿媳 也就是朱元璋的女儿林安公主 和李善长的儿子也是朱元璋的女婿 驸马都尉李奇以及朱元璋的几个外孙子之外 李善长一家男女老少七十多口人 全杀了 这李善长可是大明王朝的开国功勋 他究竟怎么了 他犯了什么罪 让朱元璋如此痛下杀手 这李善长可是朱元璋最信任的人 他不止一次的称赞李善长 是自己的在世萧和 就是这个在世萧和 形影不移的跟在朱元璋的身后 把朱元璋从一个草马一步一步的推上了权力的顶峰 那还是元朝末年1353年的时候 朱元璋率着徐达和汤和等24个人 南下定远开始了自主创业的艰难道路 也就是在朱元璋南下攻打出舟的路上 有一个士兵来报 说有一位教书先生模样的人要见朱元璋 所以朱元璋一听就高兴了 因为他这支队伍还真没一个读书人 他这个事业刚刚起步 而他自己从小没上过学 在庙里虽然读了几年书 学了点文化 那也是粗通文目而已 他多么希望有知识的人 帮助他管理这支队 所以这个家令赶快让他来见我 那么这位教书先生模样的人 见到朱元璋之后 先自保家门 我叫李善长 李善长这个人 虽然读书不多 却很有谋略 他特别喜欢法家的思想 推断什么事情 往往很准确 所以在家乡得到自己乡亲们的拥戴 被推选为祭酒 相当于小学校长 碰到节日 主持一下祭祀活动 如果没有天下大乱这件事 生活很平静的李善长 也许就以祭酒终老一生了 正是碰到了元朝末年的天下大乱 给李善长提供了展露才华的机会 那么为什么李善长在这个时候 投奔朱元璋呢 那就说明李善长有眼光了 为什么说他有眼光呢 这就要从元朝末年的天下大乱的局势说起了 1351年红金军起义 震动淮河两岸 这李善长啊 虽然对元朝的政府 元朝的统治不满意 也准备参加起义军 可是呢 他迟迟没有做出决定 反而逃到深山 去避难了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观察 他在选择 他在选一个真正能够干大事的造反领袖 就在李善长冷眼观察事态变化的时候 这朱元璋南下攻打出舟 路过了他避难的地方 经过几天的观察 李善长决定就参加这支造反武装 这一年李善长啊 39岁了 显然李善长参加造反部队 不是一时冲动 也不像朱元璋那样是走投无路 而是经过多年的观察 深思熟虑的结果 朱元璋见到李善长非常高兴 一听说小学校长 对朱元璋来说 那可是有大学问的人 所以朱元璋对李善长特别的恭敬 特别的礼貌 当然有知识未必有见识 所以朱元璋就想考考李善长 就问他 先生啊 您说当今天下大乱的局势 什么时候能够平定呢 李善长早有准备 侃侃而谈 他对朱元璋说 秦朝末年的时候 天下大乱 汉高祖刘邦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揭竿而起 可是他呢 豁达大度 知人善认 绝不乱杀人 所以 仅有五年时间 就建立了帝王之业 说您呢 家乡在豪州 离汉高祖 刘邦老家 沛县不远 所以您的家乡啊 也有王气 希望你利用这种力量 只要您严格依法行事 必定能够平定天下 这番话 说的朱元璋是大喜啊 他知道 这个是他事业的最佳合作者 和帮手 那么 李善长这番话 说的头头是道 既给朱元璋描绘了大政方针 也给他指出了方向 同时也表明 这李善长特别善于揣摩朱元璋的心思 这朱元璋一高兴呢 就把这李善长留在自己身边当历史 专门处理文字工作 意思很明确 先试用一下 安排好工作之后 朱元璋就对李善长提出了要求 朱元璋说 当今天下群雄竞争 要想成功 就得跟有志谋的人一块合作 可是我观察这群雄中啊 有智慧的人太少了 尤其是那些文官和所谓的参谋 总是在诋毁左右的这些将领 让这些将领们无所适从 无法建功立业 你说一个领导人 如果身边没人 怎么能够成就大业呢 所以我建议 要汲取教训 不要学习那些军中那些参谋人员 那些文官的毛病 朱元璋这番话 表达了一个未来的君主 对将要托付大任的 心腹大臣的要求 也基本确定了李善长 在朱元璋阵营中的地位和作用 李善长听完这番 推心制服的话之后 感到十分的欣慰 他心想 我找对人了 这个年轻人绝非等先之辈 我这几年的观察没走眼 这就是我要追随的领袖 所以听完这番话之后 李善长扑通跪倒 对朱元璋说 您放心 我一定会按照您的指欲去做 两个人都对双方提出了要求 而双方都在按照对方的要求行事 就这样这两位君臣建立了绝对信任的关系 两个人的第一次活着就是攻打楚州 朱元璋攻打楚州十分顺利 站了楚州之后 朱元璋就要根据地了 于是任命李善长为自己的参谋 不但参与决策 而且主要负责粮草的供给 但凡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 打仗打的就是经济实力 话说白了 就朱元璋这两万部队不用多 三天没粮一定会军心打乱 所以筹击粮草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 而且重要的 由此可见朱元璋对李善长的信 李善长不但管经济 筹击粮草 而且他还参与人事管理工作 因为随着朱元璋名气越来越大 头奔的人越来越多 李善长就负责筛选这些人 进行甄别和挑选 要知人善认 把合适的人才推荐给朱元璋 人才一旦相聚就会有矛盾 所以李善长特别善于调整这些矛盾和冲突 总法冲突处理得很妥当 由此可见 组织经济工作 筹击粮草和进行人事管理 这是李善长的长项 看来朱元璋是用对人了 可是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情呢 就在朱元璋刚刚的除州站住脚 事业红红火和的开始发展的时候 郭子兴由于在豪州被排挤的站不住脚了 带着他自己的一万人马来到了除州投奔朱元璋 朱元璋一看 这个的老领导来了 又是老婆的义父 怎么办 没办法 只好让他继续给自己当领导 可是这郭子兴难处的时候想起朱元璋了 难处解决了就听信谗言 罢免了朱元璋的兵权 同时又把朱元璋身边的这些将领都拉到了自己的麾下 当他拉拢李善长 并且授予更高的官职的时候 被李善长拒绝了 可是架不住这郭子兴软硬兼施 李善长坚决不同意 无奈之下来到了朱元璋面前 痛哭流涕 表达自己不愿意离开朱元璋的这个决心 朱元璋就劝他 这主帅是我的义父王 你干嘛不跟着他干呢 这李帅长坚决不答应 郭子兴也没办法了 只好不了了之了 可是不久这郭子兴自个儿病死了 郭子兴手下的这些将领们 尤其都回到了朱元璋身边 这部队就归了朱元璋管 关键时刻考验人 从此对朱元璋就更加信任李善长了 大明王闯建立后 朱元璋大风功臣 李善长位列众人之首荣耀至极 朱元璋之所以如此信赖李善长 除了在关键时候 李善长忠贞和二的站在朱元璋一边之外 他还做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竭尽全力的帮助朱元璋 一步步的登上了皇帝宝座 那么在登基称帝的遥远路途中 李善长究竟做了哪些重要工作 而这样一位功勋卓著地开门为区 后来又怎么会受到朱元璋的严惩 甚至被面移 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一共分四步 第一步是1355年 朱元璋打下太平府 李善长率领重将 就拥戴朱元璋成为大元帅 这可是朱元璋登上皇帝宝座的第一步 1361年 正位将领又在李善长的带领之下 拥戴朱元璋为吴国公 这是朱元璋迈向皇帝宝座的第二步 1364年 李善长又带领众位将领们 要拥戴朱元璋既无王位 这次朱元璋拒绝了 无论李善长怎么劝 朱元璋就是不答应 他的理由很重要 他说 当今天下情势未定 战争创伤还没有一日好 人心向背又很难捉摸 所以啊 还是看看再说 可是李善长坚持要让朱元璋既无王位 没办法 朱元璋只好登上了吴王的宝座 朱元璋距离皇帝宝座只一步之遥了 1366年 李善长带领着众位将领和大臣们 多次的建议 朱元璋登基当皇帝 朱元璋坚决不干 主要的理由就是 张世成还在 张世成还没消灭 机会不到 这一次无论众将们怎么坚持 朱元璋坚决不停 当年朱元璋和张世成决战 把张世成给灭了 1368年 在李善长的带领之下 帅着众将领们 又来劝朱元璋登基当皇帝了 朱元璋说 当年就是你们这些人 劝我既无王位 没办法 不得已听你们的话了 现在又来了 所以我觉得我的德行太简薄 难以承担此大任 这个时候李善长扑通都跪到了 最后这些大臣和将领们就都跪下了 然后不断地扣通 大有朱元璋你不答应当皇帝 这就不起身了 这个时候朱元璋一看大家这么坚决 就半推半就的说了一句 此事不可草率啊 这可是一语双关 怎么可以一语双关呢 是当皇帝这事不能草率呢 还是当皇帝的形势不能草率呢 那就看你李善长怎么理解了 李善长果然心领神会 想想看 新的王朝建立 新王朝的开国之军 这登基大典能草率吗 于是就在李善长的带领之下 全权操办之下 开始筹备这个登基大典 他组织了一帮理官 在这帮理官的指点和安排之下 按照汉族传统的礼仪 举办了一次轰轰烈烈的 非常热闹的登基大典 就这样 朱元璋登上了大明王朝皇帝的宝座 我想这朱元璋心里啊 一定对李善长特别的感激 为什么呢 这一句半推半就的这么一个话 就让李善长当做了圣旨 这才有了这风风光光的登基大典 所以朱元璋啊 一定会找机会要回报这位忠臣的 为了回报李善长的忠心 朱元璋登基当皇帝之后 马上任命李善长为所丞相兼太子少师 红武三年大封功臣 朱元璋封李善长一连串的头衔 最关键最重要的是韩国公年凤禄四千代 子孙世袭 朱元璋怕重将不服啊 就当着大伙里面解释为什么给李善长封这么高的头衔 他说啊 这李善长啊 虽然没有上战场杀敌 但他呢 主要是在后方攻击粮草 他自打我启示的时候就跟我干了 他资格最老 所以我就要封他最高的头衔 在六位公爵这个排列中 李善长居第一 他夸奖这个李善长 他就是我的在世萧和 从投靠到朱元璋的队伍中 到大明建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李善长与朱元璋之间都配合默契 相互信赖 对朱元璋交办的事情 李善长无不尽心尽力 不含有丝毫怠慢 然而就在李善长受到皇帝给予的末大人调之后 两人的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那么这些变化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 也正是朱元璋给李善长最高奖励的同时 这君臣二人的关系也开始了悄悄的变化 他说什么变化了呢 朱元璋不太信任李善长了 为什么呢 因为李善长啊权力越来越大 直接威胁到了朱元璋的皇帝的权力 所以朱元璋就撤了李善长的丞相的职位 那么李善长呢 也对朱元璋不像以前那么谦卑和恭敬 比如后九年 朱元璋把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 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李奇 拜他为驸马都尉 朱元璋这个女儿啊 虽然是皇帝的女儿 却根本没有大小姐的脾气 特别守复道 对李善长尊敬如父 这李善长啊 这荣誉有度达到了极致 可是这一下呢 就遭到了同僚们的嫉妒 有人就弹劾李善长 说他儿子娶了皇帝的女儿 他就从此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你说陛下病了十几天不上朝 你连问都不问一句 这朱元璋也觉得这李善长也太不像话了 一生气就扣了李善长 一万八千弹 蹦 史书说帝是威艳情 也就是皇帝开始有点讨厌这个李善长 李善长有个弟弟叫李存毅 李存毅的儿子叫李佑 他是胡维庸的二女婿 胡维庸由于谋逆案被杀 牵连了很多人 可是作为亲家的李善长根本没事 不但没事 还不久被任命为御史中朝 后来有人告发李存毅和胡维庸是同党 朱元璋看在李善长的面子上 撵了李存毅父子的死罪 把他们发配到了崇明岛 可是李善长对皇帝的宽恕一点不感恩 没有表示任何感谢 这皇帝朱元璋就对李善长有点怨恨 虽然朱元璋对李善长开始了不满 甚至有些怨恨 那也不至于满门抄斩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仔细分析一下 对李善长的几项指控 第一 参与胡维庸的谋反 据说有一天 李善长突然给一个下人叫丁丁的求情 让他免于对他的流放 陈善长心想 一个退了修的左丛相 贵为韩国公 居然给一个下人求情 这里一定有问题 马上就把这个丁丁抓起来 这一审 结果知道了 他曾经是胡维庸的下人 显然这是个知情者 再审 这个丁丁就交代了 胡维庸和李善长之间的这种密谋关系 朱元璋立刻下令 把李存毅父子带住 这一审问 李存毅呢 就交代出他和胡维庸 以及和李善长之间的密谋的几次对话 一共有四次对话 第一次 胡维庸决定谋反 就派李存毅到李善长家 去动员李善长也来参加这次谋反 这李存毅刚把话说完 这李善长就发火了 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事吗 这事可要灭九族的 当时就拒绝了 这胡维庸不甘心呢 不久又派李善长的好朋友 叫杨文玉的 来说服李善长 这杨文玉到了李善长家 代表胡维庸就做出了承诺 说失城之后 把淮西地区都给封你为淮西王 李善长听了这话之后 吃了一惊 虽然没有答应 但颇有几分动心 不久 胡维庸亲自上门来动员李善长 可是无论胡维庸怎么说 都被李善长拒绝了 过了很久 胡维庸再一次派李善长 上门动员李善长 李善长无奈地叹了口气说 我老了 等我死后 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 就这四次对话 就构成了 李善长和胡维庸 密谋的罪证 可是在我看来 这四次对话 根本构不成李善长密谋的罪证 为什么呢 咱们以两次最关键的对话为例来分析 一次是杨文玉上门 代表胡维庸承诺 事成之后 让李善长当淮西王 李善长颇有几分动心 我认为这纯粹是捕风捉影 为什么呢 想想看 以李善长对朱元璋和胡维庸的了解 他知道胡维庸根本不是朱元璋的对手 所以事成是根本不可能的 那么怀西王那纯粹是空投人情 再说了 李善长动不动心 这杨文玉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第二次对话 胡维庸亲自上门了 无论胡维庸怎么动员 都被李善长拒绝了 这就说明所谓的动心 纯粹是捕风捉影 当李善长的弟弟 李存毅再次上门劝李善长的时候 李善长无奈地叹了口气 说我老了 等我死了之后 你们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这话倒像是李善长的话 这就是李善长的特点 他太重亲情和同乡情意了 如果胡维庸和李存毅 他们之间密谋的事情是真的话 那李善长充其量是 因受亲情的绑架 知情故报而已 那也不至于被满门抄斩 指控李善长的第二条罪名是 包庇胡维庸与北渊勾结 据监察御史对李善长的弹劾说 当年胡维庸谋反 曾经派了一个名叫封纪的人 去见北渊皇帝 为了取得北渊皇帝的支持 他甘愿称臣 将取代朱元璋自个儿当皇帝 后来忽庸事败被杀 这封纪就不敢回南京了 再后来蓝玉征讨北渊 一直打到捕鱼海 也就是现在的北渊胡一带 打败了援兵 就把这个封纪给抓住 把封纪带回南京 李善长知道之后 就把这封纪扣下来 想把这事瞒住朱元璋 可是这种事情叫直理 包不住火 果真有人把这事 投给了朱元璋 朱元璋立刻下令 把封纪逮捕 结果一审 封纪就交代了 交代了胡维庸勾结北渊的阴谋 同时也供出李善长 给封纪的一封亲笔信 负责审讯的官员 就请示皇帝朱元璋 是否逮捕这个李善长 被朱元璋下诏书制止了 为什么呢 显然朱元璋 对李善长 保笔胡勇勾结北渊这种事情 并不在意 或者没当回事 或者不相信其存在 为什么呢 我们将这个封纪自己的口供 和这个监察御史的上书相比较 就会得出答案 封纪自己的口供说 他是长州武进县人 从小呢 被称为神童 当年朱元璋大军攻破长州的时候 被一个千户看中了 看他聪明 就招威女婿 可是他跟他老婆关系不好 这个千户呢 就把他发配到了海南岛 到了海南岛 他发现胡勇善权专政 就上书 这个弹劾胡勇善 结果那个上书呢 就落到了胡勇手里 胡勇善就假传圣旨 把这个封纪呢 就带归案 就把封纪抓到了南京 打入刑部大牢 一方严刑拷打之后 判了死刑 就在准备执行死刑的时候 胡勇善派人 给这个封纪带话说 只要你屁我 去北原办一件事 烧一个口信 我就饶你不死 被封纪为了免死啊 就答应 去替胡勇善给北原送信 经过一番周折 他终于来到了宁夏 后来呢 见到了这个北原的丞相 叫唐吾不花 然后就把胡勇 要他转告的口信 告诉了北原丞相唐吾不花 口信上说 除了发兵扰边 我揍了将金城军马发出去 我里边好作事 意思是让唐吾不花 在边境骚扰 然后那个胡勇呢 奏进皇上 派救兵去边境迎敌 这样一来就造成南京京城的空虚 胡勇好在京城举事 我们将监察御史的指控 和封纪的口供相比较 会发现几个破绽 第一 任务不一样 监察御史指控说 封纪是这胡勇派去见北原皇帝 称臣的方式 获得北原皇帝的支持 将推翻朱元璋自个儿当皇帝 而封纪自己的口供却说 胡勇派他去见北原的丞相唐吾不花 让他派兵骚扰边境 第二 身份不一样 监察御史的上书说 封纪本来是元朝的旧臣 投了名之后呢 就成了胡勇的亲信 而封纪的口供却说 他是长州武进县人 当年朱元璋大军攻破长州的时候 他才是个少年 所以他到北原见北原的丞相之前 根本和北原没有任何关系 他根本不是胡勇派的亲信 而且他因为上书弹劾胡勇派 还受到胡勇派的迫害 那么我们相信谁的话呢 封纪的两个身份和两个任务 不可能都是真的 而很有可能都是假的 以上破绽只能说明 封纪的口供是编造的 甚至我怀疑 封纪这个人都是虚构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想想看 一个千户 他怎么可能有权利 把他女婿发配到海南岛 千户在明朝 不过就是州府一局的地方军事长官 好 就算他有这个权利 那么发配到海南岛的一个囚徒 一个刑徒 他怎么可能上书弹劾这个胡勇派呢 再说了 你说胡勇派要和北原联系 要和北原勾结 要得到北原的支持 怎么可能派一个死刑犯去传口信呢 那么一个死刑犯去见北原皇帝 或者北原的丞相 这身份是不太低了点 由此可以推断 说胡勇派勾结北原 这个阴谋 纯粹是子虚乌有 那么李善长包庇胡勇派勾结北原 这个指控也就不存在了 对李善长的上述指控也许太离谱 所以朱元璋并不在意 可是更可怕的罪名 又指向了李善长 什么罪名呢 擅自调兵 李善长怎么敢擅自调兵呢 据明太祖实录记载 这李善长啊 为了给自己建豪宅 就跑到这个汤河那去借三百士兵帮功 这汤河一听就火了 挥着手臂就指着李善长说 李太师啊 没皇上的命令 你居然敢调兵 你擅自调兵 这可是大罪啊 这李善长一听 严谋道歉 也觉得自个儿过分了 可是同样一件事情 明史李善长传 却是这样的记载 说那个李善长找汤河去借兵 汤河答应借了兵 同时又悄悄地跑到朱元璋那 打了小报告 那么这两件事情 哪一件是真的呢 我们相信哪一件呢 其实这两件事都不是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据明史汤河传记载 汤河在明洪武23年的正月 也就是在李善长找他借兵之前 中风不会说话了 想想看一个中风不会说话的人 会发火吗 会挥着手臂大声嚷嚷吗 会到朱元璋那去打小报告吗 显然指控李善长擅自调兵 这个罪名也是编造 在傅小凡老师看来 朱元璋对李善长的定罪依据 无论是参与胡卫英谋法 还是擅自带兵 其中任何一件属实 都是灭门的大罪 然而通过推理却发现 其中漏洞百出 无法令人信服 对于这样的无理指控 甚至连朱元璋都无法说服自己 于是他需要更为充足的理由 那么朱元璋究竟为何 一定要置李善长于死地呢 他还会获得哪些更为有利的证据呢 可是不久又有人指控李善长了 谁呢 他的仆人卢仲谦 指控他什么罪名呢 收取胡佣的贿赂 据卢仲谦发 当年胡佣担任宁国县之县的时候 李善长提拔他为太堂四亲 这胡佣啊 就送给李善长三百两黄金作为酬谢 这胡佣谋反 李善长送给胡佣四十个家奴作为帮助 所以这胡佣啊 就送给李善长一柄回归国进贡的古剑 和很多珍贵的玉器 可是我认为 李善长扶人的这供词啊 很可能是严刑拷打之下的驱打成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供词中有几个拓展 第一 时间不对 当年李善长提拔胡佣雍 为这个太堂四亲的时候 胡佣雍是胡广千世 而不是宁国县之县 这两个职位之间相差 至少六年 其二 哪来的三百两黄金 这三百两黄金可不是个小数字呀 他有可能这两个来源 第一 胡佣雍的家产 拿出三百两黄金去行贿 这绝不是全部家当 对吧 也许是九牛一毛 既然这么富 为什么会参加造反 第二 贪污的赃款 可是这胡佣雍自打投奔 朱元璋 到提拔为太堂四亲 这十二年 这可是战争期间 他既没有负责攻击粮草 手中又没有多大权力 他又是怎么贪得这三百两黄金的呢 第三 四十个人不够 想想看你胡佣雍要谋反 面对朱元璋的宇林军和南京的守备部队 你这四十个家奴有什么用 第四 李擅长不会下水 想想看 当时这个杨文玉代表胡佣雍承诺 封李擅长为怀西王 李擅长都没动心 怎么可能为一把回惠国进贡的古剑和几个珍贵玉器 就能把李擅长拉下水呢 可是面对李擅长仆人卢仲谦的供词 朱元璋相信了 他在这供词上批复道 说李擅长啊 是大明王朝的开国公寻 和我是儿女亲家 可是他面对胡佣雍的阴谋 却不揭发检举 在我和胡佣雍之间 狐疑不绝 手属两端 实乃是大力不道 可是根据这朱元璋的批复 我们发现 朱元璋对李擅长的定罪是 面对胡佣雍的阴谋 狐疑不绝 手属两端 这个定罪 就让朱元璋为难了 因为这李擅长毕竟是大明王朝的开国公寻 他们两个又是这么儿女亲家 仅以胡佣不绝 手属两端的罪名 就杀了这位公寻卓卓的老臣 这岂不让天下人笑话 正在朱元璋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李擅长的时候 负责观测天下的官员来报 说观测到什么呢 振兴犯灵台 所以振兴啊就代表大臣 犯灵台呢就是要遭灾了 意思是说将要有大臣遭灾了 这一下 朱元璋心想 杀李擅长可是天一 朱元璋终于找到了杀李擅长的借口 就这样一声令下 把李擅长一家七十几口人 满门抄斩 就在李擅长被杀之后不久 有一个叫王国庸的大臣 尚书替李擅长明冤 他提出了四个理由 其一 李擅长没有谋反动机啊 你要说李擅长自己谋反当皇帝 还说得过去 你要说李擅长帮助胡威庸谋反当皇帝 这就说不通了 你说你帮助胡威庸即使成功当了皇帝 你就能怎么样 你充其量是个功臣第一而已 可是你已经达到了呀 你要的都有了呀 功学封为第一 皇帝把女儿嫁给你儿子 你的亲戚都当了大官 你还想怎么样 其二 不可能成功 成功也不能可能有好处 以李擅长的智慧 他很清楚 这江山不可能侥幸获得 你说元朝灭亡的时候 想得江山的人还是少啊 都个个都家破人亡 断子绝孙了吗 再说了 李擅长已经七十多岁的晚年了 他怎么可能做那种 根本不可能成功继续成功 也没有好处的事情来呢 第三 与朱元璋没有任何矛盾 李擅长的儿子 是朱元璋的女婿 李擅长的儿媳 是朱元璋的女儿 你们两个是儿女亲家 你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 他怎么可能谋反 反叛民呢 第四 批评朱元璋的迷信观念 王文英说 利用所谓的天象有灾变 诛杀功臣 这就更不对了 像李擅长这样的功臣 却如果如此的下场 这会让人寒心的 那民心会散 这国会解体的 王文英这番话太尖锐 甚至有些刺耳 可是朱元璋听完这话 看完这上书之后 并没有降罪于王文英 这就说明王文英说对了 朱元璋心里很清楚 李擅长是 冤枉 那么既然知道李擅长是冤枉 为什么还要杀李擅长 还要满门抄斩呢 有一段对话 可以做一个解释 什么对话呢 就是当这个李擅长被杀之后 太子朱镖就对父亲朱元璋说 父皇啊 您的杀人太多太烂了 这会有伤和气的 他说这个和气 不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太多的和气 而是大自然之间和社会中的生命的能量 那朱元璋听完之后没支声 第二天 把太子叫在跟前 往地下扔了一个 长满了刺的棍 捡起来 太子为难 不知如何是好 朱元璋就说 这棍有刺你不敢捡是吧 我替你把刺去干净了 我杀的这些都是天下的坏人 我把内务整理清楚了 你才好当家呀 朱元璋和太子的这番对话 就暴露出朱元璋滥杀工臣的真实动机 那么朱元璋下一步又杀哪个工臣呢 下次再说 朱元璋